如果我今天已經把這個資料 把它已經放在這個member.tst 那我們已經有這個裡面的50個會員 那我希望可以把這50個會員的資料 讀到python裡面該如何讀取 那其實非常簡單 你甚至可以拿那個剛剛的方法直接 就是我先建一個新的module 其實程式跟剛剛蠻像的 只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哪個地方不一樣呢 就是我們剛剛是用readLight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其實把readLight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改成read就可以了 為什麼因為如果你readLight的話 假設我們這邊用剛剛的readLight 然後把它print的話 你會發現得到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只會讀到 Not Search File Member 他找不到這個檔 我看一下 Member Member 我看一下 所以這也蠻 蠻常遇到的 對 所以字拼錯 這個 居然我也會犯這種錯誤 打錯字 OK 好 那把它改一下 OK 所以這也是大家常遇到的 所以有時候難免 是打太快的話 如果字沒拼錯 所以 如果你看到Not Search File 的時候 那意思是找不到那個檔案 那為什麼找不到 檔名打錯了 OK OK 所以有時候甚至 甚至我會直接乾脆把這個名稱複製 直接貼上去 因為有時候真的怪了 明明看起來全部都一樣 但是呢 一run就不行 可是貼了就可以 反正算了 可以過就可以了 OK 不用再桌你腳尖了 反正可以run 為前提 那如果你re-write 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 再來第二個 CP950 cannot decode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你會發現 第二個問題就是編碼方式的問題 那為什麼會出現CP950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時候可以來看一下我們剛剛的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的話 把它打開 那我們直接用一個功能叫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的話你會發現 OK 你可以看到另存新檔 當然不是叫你另存新檔 只是說你可以利用另存新檔這個功能 看到最下面的編碼 對 我印象中可能是因為Windows10吧 如果之前的Windows7 好像Windows8 它的預設的編碼 它會是用什麼 ANSR OK 那其實這個NSR就是你剛剛看到那個CP950 只是 這個 名稱用的不同而已 實際上是指的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假設 要避免什麼呢 編碼方式錯誤的話 要不 就是你另存新檔的時候 把編碼方式 改了之後 按儲存 要不 要不的話呢 你如果這個地方堅持用UTF8的話 那你變成你的程式還要再多寫一個參數 就跟他講說 你開檔的時候請你用UTF8的方式開檔 那兩個方法我都講一次給各位看 假設第一個 我們用什麼 用ANSR 按儲存 他問你要不要取代 是 也就是我什麼程式都沒改喔 我只有改令存新檔 把編碼改成ANSR的話 那我這個時候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 就會直接讀進來了 如果REAL-LINE的話 他這邊就只有讀一行 如果你要讀全部的話 我前面講過 你可以把什麼 REAL-LINE的LINE 把它改成什麼 REAL-LINE就可以了 很好理解吧 OK 然後把它執行一下 就全部讀進來 REAL-LINE 那你想說老師那我不要REAL-LINE 我要REAL-LINE加S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可是你會發現 你把它print的結果會變怎麼樣 它會變這樣 這個中瓜糊有沒有 中瓜糊 它就是呢 把它放在一個什麼 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OK 所以呢 它print的出來也會這個串列 問題哪一個這個串列我沒辦法使用啊 對不對 對不對所以特別注意 應該哪一個比較OK呢 其實 如果你只是要全部讀出來的話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你要REAL-LINE REAL-LINE就可以了 但是呢問題如果我們研究剛剛有第二個問題 如果我只要 前面的10個會員 那如果你只要有10個會員的話 這個時候 特別注意啊如果你只要前10個會員的話 那你就 用那個REAL-LINE的話有個缺點 就變成你還要在split 還要再去算第10個在哪裡 有沒有 去取那個前10個 可是如果你用REAL-LINE的話 它已經幫你變成什麼 變成中瓜糊 也就是你只要取什麼 這個是0嘛 這是1 那一直到第10個會員就到10 所以呢你可以跑個回圈 for i in range有沒有 0豆點到第11 有沒有那就剛好取到我們要的前10個會員 如果呢我剛好講就是 如果呢你程式不想改的話 那你記得用另存心檔 的方式 但是呢我們換個方法 如果我今天拿 像 有些人剛好給你的檔案 它就是utl8 那你沒辦法改的話 那怎麼辦 你只能動程式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能變動這個檔案格式的話 那你再來的話 我們把它改回去改utl8 不過我同意會問說 老師為什麼這麻煩 這個為什麼不乾脆統一就算了 那其實當然 以我的 了解 這個經驗了解說 其實 最大的 這個 十座俑者 其實是微卵 OK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微卵會用ANSI 其他的陣營 幾乎都用utl8 也就是其他 所有軟體公司都用utl8 但是只有微卵還用ANSI 他就是不被人家統一 那你想說那為什麼他不被人家統一 因為他想說 你看Windows市占率八成以上 Office市占率也超過 八成九成吧 我這麼大 你們才佔一點點 那我為什麼 我這麼大 我要跟你們一樣 他想說那應該是你們跟我一樣才對吧 對不對 我幹嘛跟你們一樣 所以 你們會發現 只要是微卵的 做出來的 檔案的格式 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那其實Office 他本來還用ANSI 有點過時 那人家都用unicode utl8 可是他後來新的版本他用unicode 但是他就是不要utl8 他用另外一個unicode 又跟人家又不一樣 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知道就好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假設你用的程式 是微卵的 那你要 存檔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小心 你另存新檔的時候你就把它乘utl8 其他就沒有問題 OK 大概是這樣 那好了我們針對這個問題 utl8 把它儲存 那如果說我們 不改那個編碼方式 那我怎麼辦 沒關係 另外一個 方式 就是呢我在這個程式裡面open後面 多宣告一個什麼 encoding 這邊有encoding encoding 所以你打這個encoding 就這個 encoding encoding冒號這個 你就打encoding 這個參數 這不要拼錯 等於 不過他這還蠻人性化的 encoding 等於什麼呢 後面的話請你加一個什麼 utl8 加在後面就可以了 加一個次串 你看他丟多這些 把那個 utl1 8 打的方式呢就跟剛剛那個 這個氣勢本裡面是一模一樣的就好了 有沒有encoding等於utl8 如果說呢你 不要靈存新檔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直接加一個encoding OK 大概就OK了 沒問題 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那把它執行 看一下應該 OK 他太快了 再弄一下 他就跑出來了 這個結果 請各位試試看 兩個方法 一個是另存新檔 一個是不另存新 不另存新檔的話呢 那就多一個encoding 這第一個問題我們解決 那第二個問題請各位試試看 如果我今天呢我只要前10個會員 因為你會發現read的話是全部讀 50個會員資料全部都出來了 但是如果我今天我只要前10個會員的話 也就是我到這邊就停下來 那怎麼辦 read就沒辦法 read就全部給你 你不要全部也不行 那 只能改reline 可是reline要怎麼改 其實特別只有 這邊的話 你可能要改一下程式 這個地方的話用realize 然後呢 你底下的話 你就要再跑一個回圈了 for i in range 0到 0.11 然後呢把 需要的東西 print了出來 就ok 來試一下 畫面在旁邊多一下 這樣 看我